在奥运起源地 希腊将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火种交接给主办城市北京 现场气氛庄严 却遭到三名示威者闯入 张开西藏的雪山狮子旗 以及拒绝种族灭绝的标语 抗议国际奥会 不顾中国劣迹斑斑执意给北京办奥运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在土耳其也呼吁各国 即便要参加也可以效法 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的非裔美籍选手 戴黑手套向中国呛响 最近北韩飞弹搏进全球传媒版面 不过美国国务院指出 中国今年内至少射出250枚弹道飞弹 核武威胁远远超过北韩 中国8月发射一枚 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极音速飞弹 就让拜登总统非常担忧 而且中国军方似乎正在进行 用火箭搭载滑翔飞行器上太空 再从太空射向地球目标的秘密实验 要挑战美国的太空霸权 中国与台湾之间只隔着台湾海峡 美国担忧北京会拿对待香港的铁腕镇压 复制贴上拿来对付台北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日前召开听证 获拜登提名出任驻中国大使的 前国务次卿伯恩斯 再三强调中国的承诺 美国万万不能相信 而美国也在任命新的驻日大使 前芝加哥市长易曼扭获得提名 他听证实强调上任后会更加强化美日关系 因为中国不单想兼并台湾 而且还意图征服日本抢回主张的领土 根据日本中国民间团体联合实施的舆论调查 超过九成的日本民众对中国印象不佳 而在中国也有将近七成的受访者 对日本没有好改 北京和东京相互外交冲撞 军事对峙之际 两国政府却无法让冲突降温 中国不断升高战狼行径 不仅伤害先前韬光养晦时期 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 还促成各国担忧唇云 将抗中包围网越解越紧密 环宇新闻无线程报道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周六晚间九点 我在环宇全世界 2.0全新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环宇新闻台